英特爾的執行長記性格說 因為很多國嘛 對於中國大陸現行的出口政策 比如說美國 日本 南海 荷蘭 所以中國大陸晶片製程會落後大概十年 但是呢 想要擁抱中國大陸市場是 NVIDIA CEO 黃任勳 他最近參加中國區的年會 穿著東北大花背心跳舞 上一次我看到這個造型的其實是 馬斯克 然後呢 再來看到的是 蘋果最近不斷被唱衰 很多投資機構都把它 往下調 那尤其是他最近在中國大陸 因為賣得不好 結果呢 還進行了官網大降價 最近呢 就看到那Vision Pro 已經開始開售了 那其實賣得還不錯 但是很多人使用就說 哎呀 有一些唱衰什麼很疼痛 說這個頭髮也會亂等等 就是唱衰 然後呢 那相反的余聖東說 鴻蒙已經來到8億台了 我覺得從Intel的執行長的角度來看呢 他過去的世界是非常舒服的 就像我剛才說的那個 在山頂上的城堡裡面那個領主 因為全世界的半導體基本上原來只有兩個架構 就是Intel跟ARM 現在 對不起 有Risk 5 更開放的架構了 第一 第二呢 是過去幾乎所有的半導體產業呢 是在Intel的那個架構底下 開始逐漸的細分化 然後垂直水平分割 然後各種的分工產生 台灣在代工這邊的高度的主導性 以及高度的試占率 但是當全世界有更新的包含Risk 5的新的架構出現 有新的材料出現 有新的光刻機出現 甚至有新的量子加入的這種computing的需求出現的時候 那麼美國的整體的經濟 還是不是那個未來世界的主導者呢 現在看起來可能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至少在中國大陸龐大的人口基數 跟它每一個所有的裝置的這個install base 就是使用的那個基礎上面 中國大陸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主導者 所以你從這裡倒回來看的話 過去的Intel或許可以大聲的說 中國大陸會玩他們10年 但是當你跳到一個新世代 在新的架構 新的產品需求 新的設計底下的時候 中國大陸跟你可能是在類似的起跑點上 重新開始起跑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是在看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也在看一個完全不同的世代 就像我們剛才在講新能源車 過去的德國跟日本的車企是何等風光 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出口國 在各個國家中間都有龐大的就業人口 可是當新能源車出來的時候 這些東西移轉走的時候 就像當年從馬車變成汽車 當年從燒金魚油變成新的電力的供給 每一次這種巨大的斷裂型的破壞型的科技改變 都會有幾家歡樂 幾家愁那些過去的巨人 就是愁的那一方 對啊 所以你覺得Intel執行獎說 中國大陸會落後我們10年 而且會繼續落後 你贊成嗎 我個人是不相信 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Intel他就說你會落後10年 而且繼續落後 那另外再來看到我們相反看到 余承東說 鴻蒙生態樹已經來8億台了 其實他去年8月的時候才7億台 結果呢 現在5個月過後變8億台了 5個月增長1億台 然後鴻蒙現在這個生態圈 這個可以看到來到200家了 支付寶 美團 京東 央視這些小紅樹 通通都有生活的 所有的系統幾乎都有了 另外更別說呢 當然第一名 現在試占率的安卓是第一名 iOS第二名 鴻蒙第三 但是呢Tax Insight告訴你 今年呢 中國大陸就會取代 iOS成為中國大陸最大的 智慧手機作業系統 Intel應該先去擔心自己 永遠追不上台積電跟三星吧 Intel 據我瞭解 它7奈米搞不好還做不出來 那人家華為 MAT60至少是7奈米 自動華為那個MAT60 Pro 美國就認為它大概要6年才會追上 結果它3年就追上 所以你要怎麼預測呢 我做個大膽預測 我認為Intel會非常落後 永遠追不上台積電跟三星 那早晚要被華為追上 這樣好不好 大家都來做預測 對啊 我比較相信兩個說的 我是來想像Intel的晶圓製造 可以維持領先 我真的難以想像 你去看台積電在 美國做晶圓製造 這麼痛苦的經驗 那你Intel會好到哪裡 對不對 它是在吹牛啦 所以要跟日本合作 對啊 所以要做2奈米的啦 這就是吹牛嘛 因為日本現在連10奈米都做不出來 美國是7奈米做不出來 所以 一下跳2奈米太強了 所以你看台積電 台積電昨天股價不是大漲嗎 對 漲得快要6%對不對 所以 反正任何的只要有新的 先進晶片的製造 還是都會連結到台積電 沒有人會連結到你Intel嘛 所以 我對這種第三名 又喜歡吹牛實在是不太 不太想評論啦 好 那你要評論一下鴻蒙 鴻蒙我們現在也是看到他 鴻蒙是這樣啦 它國內市場的部分 超過iOS 這個本來就是預期中啦 中國大陸第一還是安卓啦 可是 我覺得中國政府 會有一些特殊的考慮 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要作為物聯網 還有各種平台的連結 那他當然會求取更高的安全 那一定是用鴻蒙 他不用安索的啦 一定有鴻蒙 會開後門啦 見解提醒 那就變成說 如果有人要來發展中國市場 那就 就必須要推出跟鴻蒙相適應的 你要先有鴻蒙啦 你其他再說啦 他必須要去設計跟他相容的部分 就是他說意思就是要跟鴻蒙相容 而不是鴻蒙跟別人 是倒過來的 那中國大陸市場是多元的啦 只是說國內會有一個 跟安卓脫鉤的 純血鴻蒙系統 可是他對海外 海外當然不會啊 還是會提供跟安卓相通的鴻蒙 因為 中國大陸本來就是 出口很多都是做安卓系統 是 倩姐你要不要補一下 因為他現在講的主要是那個next next是說他是純血的 所以他不會跟安卓相通 就是相容 那麼如果我們仔細去看的話 整個的華為的佈局裡面 他最大最大一塊呢 未來還是工業互聯網 所以剛才亮哥講的那個考慮是這樣 如果華為真的是成為所有的工業互聯網裡面 用他的軍團去成為工業互聯網的骨幹 譬如說你所有的公路系統 鐵路系統 你所有的港口系統 然後你所有的主要的礦業系統 還有重要的工業製造系統裡面 都是以華為的大軍團所提供的solution 就是最終的解決方案為核心的話 那當然要盡全力的去避免 你有可能被別人駭入 或者是影響的可能性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安全顧慮 我覺得在華為的身上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是以工業互聯網作為他未來 所以他會是整個國家製造的一個大的骨幹 那麼相對的呢 像譬如說比亞利 他是以這個消費者的互聯網為核心 那麼那個地方的安全呢 就是在使用者的安全 而不是國家安全 國防安全這個層次 所以我覺得在未來 你會看到非常非常清楚 一個又一個的中國大陸本土所研發出來的 各種的安全機制 甚至在製造上面的各種新的IPR 進入了鴻蒙的整個的生態圈 在上面幫他加固更多更多的安全機制 使得他在工業上面的應用 不至於在短期之間被其他人破解 而能夠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重大的經濟優勢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中國大陸是一個 具有完整的所有工業門類 並且具有非常繁複的基建計畫 以及基建網路的國家 所以基建跟工業門類這兩個地方的保護 鴻蒙的安全當然是不可或缺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